中华小孩好幸福 108年儿童节系列活动 奇幻惊喜第一站 Smile同乐会正式开始 30日上午在彰化县令体育馆举行开幕典礼 彰化县长王惠美 巧扮魔法与巫术学院的创办人 进场主持欢乐的入学典礼 并与贵宾大小朋友 施放长行气球 宽度热情奔放的幸福童年 王县长有三个魔法石要送给同学们 分别是品性健康与创意 希望每位小朋友 随身携带这三颗魔法石 开心面对每一天 中华小孩好幸福 Smile真正棒 今天是我们中华管政府 来庆祝儿童节系列活动 第一站的最Smile 最主要是以五大主题 就是透过我们的科学音乐 以及我们的文学 以及我们的创意识作等等 设计出37个关卡 让孩子们透过闯关的过程中 包括他们如何合作 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尝试到自己的兴趣 以及他的未来的一个现象 以及一些智能 透过这样来让孩子们多方的一个学习 Smile同乐会活动 以科学S 音乐M 想象力I 文学L 与体验式学习E 五项魔法 来呈现各校教育特色 采用闯关体验的模式 让每位小朋友 可以实作到各种的创意设计 增广自己的见闻与知能 活动最后 由田中国小陶笛队 与现场所有人合唱活动主题曲 幸福中华孩子 象征中华孩子团结大合作 创造幸福彰化新未来 公益频道林俊明 彰化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